謝謝教育局局長 謝謝副議長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還有各位里長代表 還有各位媒體界的好朋友 謝謝兩位外社代表 我們都了解 小孩子在學習的時候 大反他是一種自動開啟 就像阿公阿嬤講客家話 阿公阿嬤講迷南語 從來不會教小孩子文化 講多了以後他這個語言系統就開啟 他就會像電視機一樣 開跟關 遇到阿公阿嬤他開始講迷南語 遇到爸爸媽媽就開始講國語 遇到外籍老師講英文 他腦袋會自動轉 但是我們發現到研究之後發現 年紀越大 他這個轉化的能力就運作了 所以說這次請了我們教育局吳局長來 他是在新竹科學園區 唯一科技部所屬的雙語教學 當了校長六年 又到台中當了教育局長 又在台中市的雙語學校當了校長三年 特別嚴請到我們高雄教育局長 就是要推動高雄市的下一代的孩子 一定要中英文居家 將來台灣的孩子 也一定要中英文居家 否則整個孩子在競爭的時候 吃虧是大的 會吃很大的虧 所以我們希望下一代的台灣孩子 他的語言系統轉換 如果媽媽願意叫他越南化 他自動轉換越南化 可是呢 他很快就會回到不同的環境 他的語言系統就自動的調整 大家都了解台灣什麼都沒有 我們四面環海 三萬六千平方公里土地 我們沒有石油 沒有鑽石 沒有黃金 沒有煤炭 什麼都沒有 我們唯一有就是人才 人才 人才 所以下一代的孩子 一定要把他們具備中英文雙語 基本的能力 這是高雄市政府 我們全力以赴 那特別要感謝議會來支持我們 家長來支持我們 以及學校來大力短推動 也要感謝我們所有的外師 免於加入我們整個高雄教育的環境 讓我們下一代 比我們更強大 比我們更有能力 比我們更具備國際上競爭的能力 這是我們市政府 以及教育所有的辛苦的教職員 大家共同的目標 再一次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請問我們 跟市長能請教問題嗎 有問題嗎 有問題嗎 我們只要把議員具長英文比我好